罗东警分局两名原警昨天下午直请巡逻情务时 看到黑色轿车在东山路二段跟单路口急速左转闯红灯回转 警方要求停车受减但轿车沿途违规加速逃逸 直到开到东山路一段755号前跟警车擦撞 黑色轿车失控翻覆车体严重受损造成诚信驾驶轻微擦缩伤 副驾驶友人头部撕裂伤跟身上多处擦伤 两个人意识清楚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 本分局执行原警于21日14时至16时执行巡逻情务 在东山乡东山路二段与大安路口建一步自小客车 于路口违规左转警方便开启警银器指示灯指示栏查 为该车驾驶能为停车送据加速逃逸 并在东山街道知意闯红灯任意编换车道等危险驾车行为 过程中同人违追在后并名顶及使用喊话器告知 该车停车受捡皆未果与东山路一段755号前 警方因闪避该车不慎处急插撞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对方车较翻覆 警方调查发现24岁的陈姓驾驶涉嫌诈气跟洗钱防治法被通气 疑似担心被查气而拒检逃逸 另外也因危险驾车触及公共危险罪 至于警方执行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 罗东警分局会一并检讨 这起事故经过酒策 双方驾驶都没有酒精反应 罗东警分局呼吁民众接受警察拦查的时候 不要规避以保护自身跟路人安全 伊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